MAKE THE GROUND SHAKE Hello 我是John 今天來跟大家介紹這個骨牌 GTA裡面居然有骨牌這種東西耶 好酷喔 OK 首先按上這個加 我可以選擇說 上面有一些選項 Swimmingboard是那個類似衝浪版 小型的算是浮板吧 按Spacebar就可以 OK 它就是按照我移動的方向來 就會出現在我後面啊 然後我可以看看我想要什麼樣的排列 然後 等一下 為什麼 OK 然後就是要這樣子走走走 我們大概試試看其他的玩法 我先玩看這樣子 好 然後 再按一下Space 它就 然後沒了 然後現在就是 踢他看看 他會一直倒 哇 酷耶 它就真的這樣子繞一圈回去耶 有辦法全倒嗎 Yeah 全倒了 然後按撿 就把它清除掉了 OK 按再按加呢 就會出現它這個Menu 然後選擇下面 下面這個是Big Metal 是大的 看看是什麼 OK 它是一個 好像是貨櫃後面的那個板 那個門吧 就整片的 它重生點好像有點慢 它是因為太大塊的關係 我們先繞一圈看一下喔 看貨櫃的那個骨牌啊 我們來試試看把它踢倒 倒吧 好酷喔 OK 我們再換一個 先把它清除掉 下面那個是 比較小的那個Metal 我是算是 一樣跟剛才一樣吧 他是小的 他是單扇門的 剛才是兩扇門的 OK 我們先移動一下 我們先看看從這邊打回去會怎麼樣 會繞一圈啊 倒吧 他就插在上面為什麼啊 倒了倒了 有點硬 中間有失敗啊 不過還是倒了啦 差點被壓到 再換另外一個 下面那個是窗戶 這個窗戶 窗戶長怎麼樣 長這樣子的 那個窗戶長這樣 看看是不是真的窗戶 裝個武器一下 這邊失敗了 這邊失敗了 可能是因為轉角的關係 好 好 水喔 水喔 子彈 不會讓這個玻璃破掉 不過 是時候有彈孔 看一下這裡 看一下這裡 OK我們再換另外一個好了 看他還有什麼其他的東西 OK他有一個sign 反正是招牌吧 這很招牌的樣子 看看這是什麼招牌 保護美國 停止 Illigus 停止非法吧 也許這個意思吧 OK他其實還蠻多的 不一樣的招牌 好快 我們給他踢倒吧 這個比較快一點 WOW 這樣繞回去了 OK我們再換另外一個 這個 這個是什麼 大型的算是鐵柵欄吧 倒了啦 我重新再一次啊 因為他的物件 變很大 如果一開 移動的話他會跟著我 他會把我的把我往前推有沒有 這樣子看就比較正常一點 我是好大 這個當骨牌應該好玩吧 試試看 推 WOW 這麼遠也可以 最後一根 最後一根快點快點 就差你了 這麼硬喔 撞一下撞一下 撞一下走開 WOW 整片 看他最後一個是什麼 最後一個應該是數字吧 數字 這個數字好大 不同的數字喔 它是隨機的 為什麼那個刺他會有樓空狀態 我們來把他試試看把他推倒 蠻順的 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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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以可以射倒嗎 耶 好多數字喔 這個骨牌 骨牌當然是要從樓上這樣滾下來對不對 還是要從樓下滾上去 試試看 滾上去吧 哇 可以耶 可是有點緩慢 看一下上面 真的可以耶 就這樣倒了 我把他重新再給他弄掉 OK我們這次用這個彩色的這個浮板 我們直接從上面 繞一繞 然後再繞下去 是不是 應該從上面再滾下來吧 喔喔喔這有點窄有點窄 喔我覺得我應該 沒辦法跳過去吧 我用手箱看看 這個這個可以嗎 啊 破壞了 沒關係好這一圈先把他弄掉 喔水水水 從這邊滾下去 喔下去下去下去喔 他停住了啦太多片了 太多片了我來我來我來 從這邊開始 射不倒啦 我卡住了 卡住了 這浮板也太多了吧 我卡住了 好吧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 別忘了訂閱分享按讚喔 喜歡的話可以下載來玩 蠻好玩的 那我們下次再見